带你来看到台湾年轻男子团体 拉倩人男生合唱团 受邀到柏林圣雅各教堂演出 他们3.2是演唱圣歌 还有用二胡和鼓琴伴奏民谣 在充满宗教气息的歌声 与东方风情的民歌演唱中 现场200多位的观众都相当感动 优美的和声在柏林圣雅各教堂回荡着 来自台湾的拉倩人男生合唱团 这次受邀到柏林表演 演唱当天 教堂内坐满了爱乐人士 连祝德代表陈华裕都专程前来 欢迎这支来自台湾的合唱团 表演一开始 拉倩人男生合唱团 身着正式黑色西装 以庄严的宗教音乐开场 肃穆的美声在教堂里回荡着 在钢琴的搭配下 优美动人 前身为成功高中校友合唱团的 拉倩人男生合唱团 成立于1989年 之后随着毕业生陆续加入 更名为拉倩人男生合唱团 而拉倩代表的正式同心协力 团结合作的意思 历经国内外大小比赛的洗礼与好评 拉倩人男生合唱团 更时常展开巡回演出 这回他们除了带来宗教作品 还带来台湾民谣演唱 与柏林乔包以及卫国友人分享 这次在柏林我们这场演出呢 其实是一个特别的设计感安排 那在曲目上半场的部分呢 都是宗教的作品 但是宗教作品的部分 不只是只有西方的宗教作品之外 还有就是亚洲的作曲家 台湾的作曲家所补写的 西方经文的宗教作品 所以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 就是东西的这样子的宗教作品的 写作方式的一个对照 那下半场的部分呢是世俗歌曲 那我们特别就是带来 就是属于华人的区域的 这些民谣的作品 那比较特别是我们特别委托 一位作曲家改编 就是世俗民谣 但是有配合古真跟二胡 这个也是就是 算是在德国首演 下半场团员们换上了 具有民俗风情的服装 在二胡与古真的 柔美的现场伴奏下 演唱茉莉花 凤阳花鼓等经典台湾曲目 这个被德国乐评 赞誉为来自东方声音奇迹的 拉倩人男生合唱团 完美的和声 多元的演出方式 穿越文化与语言的隔阂 也再一次获得 全场热烈掌声与肯定 台湾关电视陈思红 德国柏林 开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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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